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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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Jay 继续来盘后总结 今天就继续往下去 来到了这个点位 这根紫色线 这里 应该昨天也有提过 这里一个位置 这里一个位置 如果这里再破的话 可能要下来这里 基本上就差不多一关一关的这样来 那这一关已经到了 昨天就是一个盘整 然后多空都没有力量 在这里观望 然后今天就又来 空军又发力 又杀人一波 看一下就那五分钟 那这里可以看到 从前天 就开始 有一个区间在这里 盘前 然后昨天的盘中 冲了一波 甲徒破下来 然后 早上开盘 开在上面 就杀下来 我自己就做了 做两波日内 有一波就亏了 亏了很快 在 他在这里破了以后 有反弹 然后我在这个位置进 这里进 进完以后 开始上了 结果 一来到前高 他又这样下来 然后在这根K线出现 在破这里的时候 我就走了 因为做墨就很快 一下子就没了 百分之四十 然后后面 出现了这一波 有力量的带 算是带目的性 跌破了这个区间 底部 然后反弹一下 然后我在出现 这根K线的时候 这里 就进场 做put 然后一直 做到这里 哦 没有 在这里 加仓了 然后在这里减仓三分一 在这里又减三分一 然后在这里就清了 所以这波 也还OK 把前面的一个亏损 赚回来 然后还有 还有的 还有的赚 进口袋 然后在 在这里 差不多了 我就 进了一点多仓 可以看反弹 但是 这里可能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但是不确定呢 它也有可能继续下工 这里 对吧 那所以就只能清仓的 开一个 算是观察仓吧 先看一下 就算它这里真的是一个阶段性的底部 那它也不会说一下这样上去 因为呢 有个原因就是这样 之前在这里 上面这里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阶段区 所以在这里呢 它会有一些 V下来 V上去 V下来又V上去 V下来又V上去 它会有这些 因为它是在一个阶段区里面 所以之前有朋友问我抄底的 一个根据是什么 那基本上 没办法很 很详细的告诉你 要开 要开 这个讲课 可能要讲一两个小时 才能把很多的细节 要怎么判断 才能讲得完 讲完以后 也不一定那么容易明白 但是 总结来讲 因为之前这里是一个震荡区 宽幅震荡 现在是一个一小时级别 我觉得这个是一小时级别 一个下降趋势 那就不要期待它 这种一小时级别的下降趋势 可以这样 我觉得这不太现实 可以这样 应该是不太现实 所以只能慢慢的去看 去尝试 在没有那么确定的时候 就 试吧 OK SPY这边 也差不多 来到 这里 没有去到 这紫色线 紫色线其实也没什么 就是这个区间的一个靠近 靠近一个 中轴吧 然后这里也是应该是有支撑的了 暂时这里是撑住了 那如果是看反弹的话 QQQ跟SPY其实也是一样 就看反弹 先来到这些 昨天这些顶部 开始留意 小心一点 然后呢 这一波反弹呢 可能我就看 看来这里 在这个位置可能会 考虑做空 这个位置还 还有上面这里 所以就是这个区间 观察这里 会不会做空 如果它是这样冲上去的话 可能就不会做空了 但是要看 在这里受到阻力 受阻 受阻以后 它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然后再找机会进场 IWM就 跟预期差不多 就来到了 这个区间 下个区间就这里 看这里守不守得住 我感觉它是最弱的 暂时来说 其实也无所谓 它弱下去了 那就再埋伏吧 我还是觉得会有最后一波疯狂 就像这种 这样上去 最后一波疯狂 但问题呢 这波疯狂 你是在这里 它会调到这里开始 这里开始 还是这里开始 你不知道啊 那如果它不开始呢 没有这个疯狂了 也要做好这个准备 因为什么 在交易上面 你要做好 所有有可能发生的 一个 一个可能性的准备 然后 比特币 比特币也 乖乖的 按照我昨天的判断 把这个底线破了 破了以后 现在暂时呢 暂时就 不会看空 但是如果 它又会出现这种 在这里 砰 这样下来 把这个点打爆 那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 它下来的时候 带量 带量 带动能 可能会直接冲 可能会直接冲 还有一种呢 就是要等它 冲破以后 反弹 在这里 又上不去了 然后再进 在这些位置 但是相反 所以这里 就是关键位置 跟昨天 讲的一些 操作思路 是一样 相反 它这里 插针踩住 那如果它 再来一根力量 把这个空头点 打爆 来到这里 那可能踩一下的时候 又可以变成 做多了 那所以就是这样 关键点 为 思考 要做什么动作 特斯拉 今天 比大盘走的要好 但是前面它已经跌了这么多了 而且呢 这里其实也 很明显 上面一个区间 下沿破了 这个小区间 是 前面呢 缺口的 这个位置 而且这个位置 这里也有 两个支撑 支撑点 那所以呢 现在 它在这里 就困住了 困住在 被这两个 东西 夹住在中间 这个意思啊 那可能呢 就在这里震 震的时候 也可能出现一个中轴 也是很正常的 经常会 会出现的 这些形态 震完以后 再选 方向 暂时来看 方向 往下 几率 再多一点 也有可能是这种啊 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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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出过中轴以后啊 然后 骗一骗 上去 骗炮 然后下来 顶一下这里上不去 然后就再下去 这只是一种推演啊 不是预测 OK NVDA NVDA 我在这里又 进场了一点 之前呢 在这里买过 上去 清仓一半 剩下来的还拿着 然后在这里又把 清仓了又买回去 暂时看一下 我会把止损点位放在这个低点 再低一点点了 所以啊 这个图形这里就 就是对的了 就是这个策略 所以第一目标 又是看回中轴 但是来到这个位置 也是需要 关注 留意的 他的一个走势 但是今天走的不好啊 在这里开始反弹了 然后大盘没有破 没有破底 他还破底 所以 再观察吧 好 Coinbase Coinbase一样啊 跟 Bitcoin BTC是同样一个 差不多 差不多是同样 但是BTC 走回去了 上面这个区间 他还没有 那他还没有完全站稳 也有可能是 也是这种 震一震在下 跟 大盘 今天 是一样的 做了一个 区间 在这里震 然后震一震 上不去 上面这个压力位 然后就下来 也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现在不知道 继续观察 应该也没有什么 特别需要讲的了 好 OK 那今天就先这样了 OK 拜拜